3比2 如果要巅峰对决的话 这一局比赛 北京微博必须要赢 而且他们这一局比赛 不出意外应该就蓝色方了 上一次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红色方 成为了我们本届KSE未解之谜 那么这一场比赛应该不会了吧 我相信他这一场打了已经5局了 他应该能感觉到蓝色方 其实优势会很大 并且他们英雄用的也很多 蓝色方是有必要去抢的 包括他的伊格莉莉安这些 还有皮皮 这些英雄都是能够帮助他们在蓝色方 稳定吃下这一局这一分的 这一把四周KSE在红色方 其实也能放出很多英雄来 因为他必占三个半位 大乔 晋以及刀鸵宝贝 没错 因为他在红色方 他之前的话他在蓝色方 他可以不办刀鸵宝贝 但这个刀鸵宝贝战死半位 然后他也不可能在第六局 把灵魂的晋放给他 上一局比赛确实赢得比较惊险 刺激 两局比赛 但是好在四周KSE稳下来 如果连续两局比赛 破对手三高被翻盘 这对于四周KSE稳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但是好在稳了下来 但是也有一点 今天四周KSE稳做的最好的地方 就在于他们的前中期的部署 他们的选手总能够在前期 把北京卫博给压住 但是北京卫博今天的比赛 好像每一局比赛 都会比四周KSE稳慢一点 但是他们又总能够拖到 自己的这种强势器 让人看到他们胜利的希望 还是希望第六局 北京卫博前期能够打得更加主动一点 不要让苏州KSE稳 这一情形拿到很大的一个优势 你不可能每一把都指望着破三高去翻盘 对 你不能每一把都指望着逆风 打后期 到了第六局比赛了 看看他们会不会 还是这样保守的打法 不过看得出来 今天对乔西的保护 还是非常在线的 而且乔西除了那一波 一不小心被安齐拉回头 回马枪打到秒掉 其实整局比赛它 今天的状态已经拉满了 刚刚其实从赛后 给到了镜头 也是可以看出他非常的懊悔 一直在休息室 有点不开心的那种状态 对 因为他是红色方 如果他今天在前两局比赛 蓝色方都输的 对吧 他如果在刚刚的那一局比赛 红色方在影响的人 是今天下半场 红色方连一两把 他红色方连一两把的话 那对于整个队伍来说 就没有什么问题和压力了 而且他就会率先进入到赛点 但是现在赛点在KSG手里 就是意味着 就算是到颠峰对决 说说KSG 他也是主动选拳 他也会选择蓝色方的 但是好就好在 这个蓝色方其实在颠峰对决 没有射手的阵容 差不多 印象不是特别大 对 印象不是特别大的 所以这场到底是颠还是不颠 就要看北京微博了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有一部分说颠 有一部分说不颠 这场在本届KSC的败者组的比赛 跟胜者组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其实领先方他们是并不想到 迪西局的 因为他们没有复活甲 所以输出KSG他们在红色方的话 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选择一个游射 他不像大蛇 在蓝色方大蛇的话 他可以吃蓝区 要吃红区发育会更舒服 这有点像腰刀的那一把 前期可以兑现烈士 但打团一定得站出来 对 或者拿出自己的绝活阵容 战力体系 来去跟北京微博的蓝色方 去一较高下 进入双方第六局的BP 蓝色方北京微博 先搬掉了卡芬妮和体力 而红色方的输出KSG 刀锋宝贝 占据一个班位 关键的一局比赛 进 大乔 最后一个应该是进了 对 看卫博的第三手 莉莉安在这一把 微博应该是会考虑去拿的 在后面的话 法师莉莉安的强度是很高的 一格搬掉了 进也搬了不给 像北岛说的一样 这三个班位没有变化 技巧满 今天苏州KSG 一直在搬的技巧满 现在微博可以去做选择 就是看PP和莉莉安要哪一个了 莉莉安 但是我们看到苏州KSG 貂蝉 都能离貂蝉吗 要锁了吗 第三手 直接出战力来打 貂蝉打莉莉安 等一下 还在考虑中 再观望一下 要不要确定 能打吗 我感觉可以操作了 毕竟在关键的第六局 这个时候就要相信选手了 因为你在红色方你不出奇制胜 好像 你确实在BP上比较难跟蓝色方现在对抗 因为你可以看到微博的前三手 阵容强度很高 他反而不像是一个第五第六局 锁了 锁了 貂蝉 貂蝉打莉莉安 而且是已经在确定了对抗路的情况之下 选择了一曲中路的貂蝉 貂蝉是他的绝活 看看这一把 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 后续的两个班位 班达都是射手 孙上香以及后翼 而北京微博一看你是貂蝉 立刻处理掉牙牙和赛尼尔 两个保护的游走 对 鞠肉筋 前击撑一下强度 红蓝都能了 来西奥 稳定一个后期 再补一个蔡文基 打一个堆线的续航 看下苏组KS的最后一手 安奈特 安奈特加上貂蝉 这一套组合是给貂蝉直接加霸体的 而且可以跟貂蝉的大招 去打一个范围的效果 对 安奈特的大招一放 貂蝉在安奈特的大招里放一个大 这样的话 貂蝉自己如果再带一个弱化 就等于是我有霸体加减伤 加免伤 加无力争 对 这一套应该是KSG自己早有准备的 貂蝉加安奈特的组合 这一套组合 我们其实有在选拔赛的时候 就有聊过 之前的比赛里面 我们在中路的位置上 也没有看到过貂蝉 但是我们有聊过这套体系 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拿出来用过 如今苏组KSG 在自己败者组第二轮 六进四的关键赛点局 拿出了这套组合来 而北京卫博则是依旧给乔西选择大摄来袭 一个是在本次中路貂蝉 零出场次数的情况之下 苏组KS选择了这个英雄 把信任给到一曲 给到上一局的安琪拉MVP的获得者一曲 而在这一局的北京卫博 在对手赛点局 他们必须要把局势拖进巅峰对决的一局 给到了乔西来西奥 还是选择相信他 对 还是选择把球给乔西 但是在上中野的选择上 他们的阵容非常强 基小满以及夏侯敦和莉莉安 前期卫博的上半途 一定打得要很主动 是的 因为调查前期是比较弱的 比较吃装备和CD 而且他们的上中英雄 是在这次KSE帮助北京卫博 赤下多局分数的英雄 胜率极高 让我们一起期待双方的第六局 蓝色方 北京卫博 红色方 苏组KSEG 我是瓶子 我是北岛 我的解说广州TDG评论 看一下开局 蔡文静直接跟对抗路 菊又金的这个动向 应该是要对抗路开了 应该是猜到了对方菊又金 可能去帮亚联 还在草虫敦俯 看到蔡文静露头了 中路莉莉安 在有安奈特和貂蝉 抢中线的情况之下 是不好抢的 莉莉安一击想象能力也不抢 是的 上路直接打 菊又金一击的范围过去 但是吃到了一个二几顿 坦坦乐 想要抢二几顿过去 直接交出 是的 金鱼 这局比赛的菊又金 跟上一局比赛 凌横的菊又金的开局方式是一样的 对抗路开 然后拿核道之灵 再跟着自己家对抗路一起 跟阿泽刷完整片红区 小九这边已经把狂暴给交了 就是为了抢对线游 但莱西奥确实 不管是在KSE 还是在我们的王阳镇守的版本 对线公孙礼都还可以 对 而且这个英雄比较吃装备 剪辑太弱了 对 主要是他二几能上天之后的炮 普攻是公孙礼二几能挡不了的 他这把选择莱西奥 一是为了公孙礼 二就是因为了吊蝉 他 莱西奥打吊蝉 他手比较长 对 能够不被雕蝉给跳到 他需要一个大射 他这个普攻能够跟着走的 对 而且爆发高 直接让了一红 蓝色方 这样的话公孙礼就比较难受了 最好的待遇给到乔西 这把的阿里可能因为在前一队线 不太好打蓝下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需要抗加发育 因为这一把中路的话是一个貂蝉 可以都创参单 而且因为卫博这把出了一个游走 为蔡文姬 貂蝉又做不了梦魇 嗯 安奈特这把就被迫得去做一个梦魇 是比较慢的 对 对于卫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蔡文姬打吊蝉就老理解了吧 是吧 也老理解 同样的 你蔡文姬如果二技能要是被貂蝉的那个二 躲掉了 那你扎堆战的时候 貂蝉可就爽爆了 相当于也是用 貂蝉的二技能狙狙 你的莉莉安的二技能控制 对 蔡文姬的阵容 你也是要抱的比较紧的嘛 这局比赛像雅年 貂蝉 都是希望你能够站得更加集中一些 但蔡文姬这局比赛 主要就是跟着保护莱西奥 花卷这一波靠下 跟一曲一起靠下来 帮了一波发育路 但不了了之 下路的对线 轻线能力 KSG是没什么问题的 安奈特的一个一技能 加上攻准力的一个一二 就把线清完了 KSG这一把的阵容爆团 强制期一定得等 安奈特的一个梦演做出来 因为他们的伤害 其实在蔡文姬说 我们想象的画面是 蔡文姬能够被貂蝉 平凡的去跳二技能 然后去打伤害 但其实蔡文姬这个时候 开始打到貂蝉的伤害也是不够的 对 给他全部奶上来了 而这局比赛是治疗蔡文姬 所以星宇的 治疗量抬起来之后 KSG就不好打 前期两边打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下路的压制是肉眼可见的 一是音响最先强度 二就是这个红Muff 对 同路打起来了 二踢回来 开了弱化 就不追了 一方面是个弱化 还有野区四分钟前 红机器还没消失 那Muff让给了貂蝉 一边把红让给射手 一边把蓝让给吊蝉 现在的吊蝉应该是满CD了 他做了CD鞋 他出了一个 雪山圆盾 对 加一个心手法点 一般吊蝉蝉 里面都会带一个神CD 对 这波在中路和下路 同时打起来 艾德德开出了大招 但是想打掉蔡文姬比较难 这波吊蝉没大招了 肉化也没有 是的 而蔡文姬是全技能在身上的 现在龙虎的位置 下口的大招上去 尼狠想要去留金鱼 但金鱼有1 躲掉了 攻速雷道旁边来 先点前排的状态 给了个拍 但是菊又金过来 一个二技能 这个成绩 斩杀线这么高 但是貂蝉没能走掉 这波技巧满进去之后 R1踢过了安奈特 一技能想抓 但是安奈特交出了闪现 小A闪走了 菊又金过来 二技能打到了 来笑 来笑已交出了闪现 往回退了一下 主要在前面的一波对峙中 刚刚威博想过来拼尘的时候 直接被菊又金的一个二层 给收下了 一血换一龙 貂蝉 貂蝉在没大和没入化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一些位置 毕竟安奈特前面 大招已经用过了 我看一下这波 先是凌横的下后转 往前面交了一个大招 这个时候 KSD想反打 攻速雷过去 把人逼走 然后菊又金过来 这鞋上这么高 斩杀线 如果自摸的就要蛮进场的 所以想从菊又金手里抢罗还是两个 内博又来了 上路逼出了亚领的大招 击费三个 帅还是真帅 没伤害还是真没伤害 是的 帅就够了吧 这个时候 微博在放乔西自己下路发育 吃了一波兵线和一座完整的塔 是比较舒服的 而苏州KSD在正面 五个人闭团 是的 没开狂暴 就上去点了一下 好 里有个菊又金 二技能没有命中 但这一波中轴是被KSD给抢下来了 打貂蝉的话 其实更多的去拉扯就好了 所以这一把的话 微博也没有很着急 他来教也需要发育 对 阿里在前期被压的时候 他拿到红野文 能够在中期把发育肚抵起来 因为他是游射嘛 还没提防线 貂蝉现在还是比较穷的 他现在在队内的是一个四号位 还得等一下他的装备 那没办法 中路过来的人都得蹭一下 中路大舞台嘛 没钱你就来 小满 转条铲若花 对开若花 再来一个拉就硬打 还能撞走 他还笑 日落海烟花秀 跟上了伤害 其实你们有发现 激小满也挺克制貂蝉的 因为他那套连控貂蝉还有爆发 他根本吃不住 而且在貂蝉先二技能的时候 如果激小满这个时候放伊尔 能把他给拽回来 你跳走了 你也就那么一段 对 但是我激小满一技能拉也是那一段 红buff 没有给到公孙离 骚扰成功了 让金允二技能保下来了 而且这把速度kf 其实没前排 这个二技能打到了来西奥 亚连是想绕后的 你发现了 李莉安看到了 现在经济完全的持平 这个时候打团你会发现 主要那个 夏侯顿在前面 然后加上一个蔡武基的奶 就让夏侯顿走第一个 貂蝉也只能跳到一个 他这个时候伤害是不够的 你跳完之后 夏侯顿还有一个被动 加上蔡武基的奶 可能貂蝉到最后蓝肥了 夏侯顿还没死 对 就看这个孟严什么时候出了 孟严应该是安耐特出了 这波 找到了巨鱼 打到了巨鱼 一波爆发上去 直接把巨鱼给带走 再来又是一个二 一点上去 又踢掉了安耐特 小A也倒下 亚连在这个位置 阿则一个人进场 一个打五个 只能闪现想跑 但是跑不了 最多被星宇的蔡文基拿到头 这一波打完 微波的优势就比较大了 而且现在叫蝉是根本发育不起来 加上夏侯顿前面的一个坦度 蔡文基的一个回复量 嗯 苏州KSC这边根本打不中伤害 这种单方面的压制局面 会让乔西的莱西奥发育的更快 苏州KSC这边这几边根本摸不到他 亚连大招陆地 来西奥一个二技能大招就拉开了 是的 而且你现在梦魇出不来 也就意味着你打过去的伤害 全部被蔡文基给抬起来了 蔡文基的治疗数 一三技能 一套爆发 而且你知道阵容老实说爆发也就那么点 对不够的 很依赖阿里在有破小无尽之后的一个单点伤害 对 但现在还早啊 莱西奥已经领先了阿里将近1300 1400了 公顺利上去打伤害 还怕莱西奥的不明AOE 莱西奥一技能一开这三炮下去 公顺利如果要是被吃到一炮三分之一血就没了 下路 我到莱莱安 莱莱安 莱莱安 变人形态跳走 回头给技能 等队友过来来西奥 开启主日 轰两炮 一个打招上去 但是有人分担 身边一个队友可以分担一炮 但把人打残打走 回头就可以开几条龙 终于现在最后一条小暴君 KZG这把还要拖一拖 阿泽的经济也不高 小九的经济也不高 看一下子墨这把技巧版的热点图 基本上还是主要围绕在上路和蓝区 KZG这把想抓龙没抓掉啊 九分半了 龙下班了 等十分钟 动路把线一抢 下路阿泽在带线 五行边线 来西奥二一 又来凶一套 上去 利利安从旁边冲出来 一波爆发 配合队友秒掉一曲 这时候阿泽再往回赶 但是正面已经有人掉点了 回收预约跟过去 可以打持续掉点 压连被发现了 是的 被吉祥们看到了 来西奥上天 是的 打一套爆发上去 配合利利安 花卷直接交闪上去 常心留人 蔡文琦开出技能 把人买上来 巅峰队 又来了吗 这波扛了一下全水炮 此波没有走 中路后去一波兵线 貂蝉四秒钟复活 不过可以打持续掉点 五打三 是的 五打三 貂蝉复活出来 身上也没有弱化 安奈特这边也没有大招了 中路的这波兵线 看是不是北京卫博 要进入巅峰对决的最后一波线 先清线 KESD能不能守住 兵线进来了 进去了 想要一波点掉 但是先打人 一波爆发秒掉 一曲 回头还差一碰 阿泽一撕血 把线清掉了 往上走 还在追 大招开起来 他配合攻速机和狙击 突然直接翻打 一波爆发秒掉了三分鸡 但是来笑的出出 跟继续买一波冲进场 再点一下 另一边一个敲锅普攻 带走了进入的狙击 花卷拿到了二连击破 中路超级兵要来了 还是剩一个阿泽 但是队友全倒了 球队想勾兵线 但是超级兵根本不理他 造造的面图 一种瞬间融化 全面组统KESD 北京卫博 在这场BO7 0比2的情况之下 把比赛拖进了 巅峰对决 3比3 败者组第二轮 6进4 这一局 接下来 对于两支队伍来说 就是谁 能够在这一局比赛 赢下来再继续 在本届世界冠军妹 向前行走 是苏州KESD 在接下来的这一局 赢下来之后 继续创造队史 还是北京卫博 能够在今年 至少去追凭去年 在世冠的一个荣誉 向自己在2020年的 世界冠军杯的成绩 发起冲击 继续向前 北京卫博在前面 几把前期更多的是一个烈士 是吧 前期可以看出来 明显打得更加主动了 有优势了 我们其实在这一局 比赛开始之前就讲了 其实今天的苏州KESD 在前期明显做得更好 但是北京卫博 在这一局比赛改变了策略 在最后一局的时候 也是他们自己通过前期 能拿到优势 然后把自己给挺进 到巅峰对决的 最关键的就是 两波紫墨技巧满 对于貂蝉的一个限制 一波暴军团 一波在对方服务区 最后的巅峰对决 我们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看到了巅峰对决的阵容 苏州KESD曾经暴露过一次 但是北京卫博 没打过 在我们这一次正赛之后的淘汰赛 两场BO7 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巅峰对决 而苏州KESD的巅峰对决阵容 在之前交流广路7TG的时候 拿出来的是亚连刀墓宝贝 王昭军和老夫子和大乔 他们引领了中路王昭军配乔夫 应该就是大差不差就是那一套了 对 蓝色方苏州KESD 在巅峰对决 因为他们率先进入赛点 所以有着优先选边权 今天教练选择了蓝色方 而10号教练只能被迫 选择红色方 在巅峰对决的比赛当中 我们在这一次的KESD 之前有看到过 成都一伤会和重庆狼队 他们打到过巅峰对决 当时在蓝色方的重庆狼队 在前期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成都一伤会 在红色方的那套 同样的大乔体系 最终获得了胜利 还是在最后一波 在河道找到了一波机会 对 那不 王昭军把灰月给按掉了 没错 但是在蓝色方的苏州KESD 在阵容体系上 是有可能做出改变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 卡芬妮对阵大乔 老夫子的体系是有优势的 蓝色方的话 如果你在颠覆队阶的话 更多的话射手可能会占优势一点 因为大家拿着阵容 都是老夫子大乔 其实是不会有 红蓝方的太多影响的 他是容易把大乔老夫子 在红色方的阵容直接压崩的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过 会不会出了 我感觉大概率两边 还是乔夫压连那一套 没错 就算中单的一个变化了 王昭军来说 感觉更加吃香一点 现在给他们的时间 一共三分钟 已经过去了一分钟 双方的主教练 应该在这场BO7比赛之前 就已经把颠峰对决的阵容想好了 无非就是在蓝色方执行 还是在红色方执行 当然也不排除 他们在这场比赛临场做出调整 我们曾经也看到过乔夫阵容 在颠峰对决的时候 被对手进行算计 选择向盾山关羽这些英雄进行克制 但是乔夫成为了我们颠峰对决 一直以来的万金油阵容 只有用魔法打败魔法 同样的阵容 我们就看谁操作更细了 对 十号教练正在跟自己的弟子们一起沟通 倒计时一分半 毕竟他们是在红色方 看他们会如何去做颠峰对决阵容 并且怎么去执行 因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北京微博他们并没有在这场BO7 拿出过大乔老夫子 而苏州KSG他们是有过一次实操的 已经热过手了 对 BO7的第一局 他们选择了曹操 布莱特 不知火舞 老夫子和大乔 在巅峰对决的最后一局 其实大家在看过了几天比赛之后 大家都能猜到固定的阵容 而这一个点也是很多队伍能够再去根据对方 比较固定的阵容去选择 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改变 对 像之前也有考虑过把一些LV的一局 放到其他位置 放到射手 对 或者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拿老夫子大乔 我会不会拿一个皮皮 是的 然后配上一个射手 或者打野是进 因为进两个队伍的选手的进 都是非常厉害的 在这一场BO7一把都没有拿到 都不会放 到底是万变不离其中的刀锋宝贝和乔夫 还是说这一场BO7在败子组第二轮 在这一场巅峰对决六进四的关键一局比赛当中 会有一方主动迈出那一步 当然这一步非常艰难 如果迈出去赢了 那就一战封神 但如果要是输了 那么就会离开我们的KIC的赛场 最后10秒 9 8 7 6 5 4 3 2 1 1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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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小九在之前的老夫子的 名文鞋带上 出门比对手多了10%的名文攻速 加上匕首20%的名文攻速 可以在线上打出优势 以及在对抗路他们的阿泽 带着干扰弱化的亚连 也能够在这种近身肉搏阵容上 起到效果 这是苏说KSG在这一次的KIZ 在巅峰对决上 给我们带来的一套 几乎现在不大可能会改变的阵容 唯一有可能变动的就是 他们英雄带了一些召唤式技能 是的 召唤式技能上 之前大乔有待闪现有待治疗 但最终大家全部都确定成了治疗术 双方的主教练做完了BP 星天教练和十号教练 这场BOG他们的任务 已经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赛场上的实名选手 谁能够继续向前 就像我们今天这场BOG的比赛 开始前说到的一样 苏说KSG他们在世界冠军的赛场上 他们目前已经创造的 队史最好成绩 他们每一次进一步 每向前一步 都是新的队史记录 北京微博 曾经的世界冠军 变得冠军 曾经的王者 他们在去年 四强惨造淘汰 没有能够再进一步 而今年 他们差一步 可以追平去年的四强 一局定胜负 让我们共同期待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欢迎来到巅峰对决 终于又看到了这场比赛的巅峰对决 也如帆帆所预测的那样 这一场比赛还是打到了巅峰对决 那么知道我们这场比赛 获胜的一方将会直接晋级到四强 失利的一方就会止不到六强了 我们可以跟大家再去同步一下 我们这一次2023年 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KIC的奖金情况 六强的话奖金是400万 四强的话奖金是520万 也就是说这一局将会决定120万 对 所以很重要 而且都已经达到这个时间点了 对吧 大家现在状态肯定是最火热的时候 对 但我觉得比起奖金 他们一定想要冲击的是更高的荣誉 是去到成都的那座凤凰杯 对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其实打到现在为止 双方的也已经前六局 拼到淡金两局了 第六局我们还看到了 一曲的貂蝉 要知道这个是在之前联赛的时候 他非常招牌的一个英雄 然后这一局给他搭配到了 一个安奈特 就他的貂蝉 其实在联赛当中看了非常的多 很强是个绝活没有问题 但是在红色帮第三楼去拿 略显有点早了 对 这英雄前期有点太弱了吧 就是带节奏能力都不强 他们整套阵容最后搭配下来 你会发现控制比较少 而且貂蝉带的是弱化 他前期在没有经济支撑的情况下 他很脆的 他跳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别人就等你跳完 我再控你 再激活你 你就跑不掉了 而且其实对于一曲来说的话 他的貂蝉在之前却是很亮眼 他的二技能总是能够去躲避掉 一些关键的伤害 但是打到现在打到第六局 你会发现北京微博这边 他这把强度也是拉满了 你看花卷的莉莉安 我们今天从第一局说到第六局 都特别想看到他的莉莉安 然后也出来了 然后子墨的技巧满也不用说了 就拿出来基本上 就能拿到很多MVP的一个英雄 所以这一把的话 北京微博真的是给我们上演了 他们我们所期待的 看到的北京微博 这是队伍会呈现的样子 是 而对于KSC来说 其实他今天这前六局 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 他做的选择都比较大胆 比如说在第三局 他选择的游泽位置的雅典娜 以及在自己赛点的这一局选择到的貂蝉 真的是很敢拿 但是今天KSG前面可能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就是在中后期不能上头 然后像这第六局 在中期中右有一波团 是一个一个来的 范范会感觉这一把北京微博 哪些地方做的比较好呢 就他们这把不急吧 就一直防守反击吧 然后他们这个阵容也是中后期发力吧 因为他们有个来西奥嘛 到了后期的话 来西奥的伤害是比较爆炸的 因为中上野这三个点 其实非常的强势 所以前中期是可以靠他们去支撑的 所以这一把也是一个闪电战了 打得非常快 北京微博一个后期的阵容 在前中期就终结了比赛 对 她前中期会去跟你拼 因为知道你前中期也挺强的 那么居右近公私人离对吧 所以会去两边对碰 但是碰的时候拼细节了 好的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花卷 莉莉安 上海战比34.6% 我还记得他们上一次 在选拔赛的时候 然后北京微博 跟我们看一下Pro那场巅峰对决 当时因为还没有4加1的这个赛制 当时花卷使用的也是莉莉安这个英雄 但是今天巅峰对决 这个有4加1的限制 我感觉就会变 刀锋宝贝不用说了 对的 我们刚刚也是在讨论这个巅峰对决的阵容 一会儿可以再跟大家来一个预测 这局打出血腥来了 真的 非常凶 其实在这次蔡文基这英雄 只要一顺风的话 基本上都不用回家的 能一直推 好多播看到KSC想冲进去 然后以人少打人多 感觉他们有点不太冷静 就是太齐了 对 可能他们也知道 他这阵容拖到大后期也很难打吧 好的本剧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整个好玩的事情好不好 整个好玩的事情信不信 整个好玩的事情 我要问他们颠不颠啊 问谁啊 问 怎么说 怎么问 这么有 可以啊 问啊 问啊 颠目颠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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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给亚铃 亚铃找到 直中路整约 亚铃找到 橘子 亚铃慢血 橘子没意 橘子就一乱 橘子 别怕打了 有打有资料 有打有资料 不用把他下 拉回去去后续 给我杀了给我杀了 中下中下 别急 我去带下你们 我去带下你们 小马去带上小马 小马 亚铃 新打 亚铃帮我抓走走 抓我抓我 看我快过 抓我抓我 亚铃 看我 去杀了 拉后来拉后来拉后来 亚铃没来 能一波吗 能收到 去果线去护线 中线中线 小马 来进门 上球 看见看见 去看点 亚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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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铃扣死了 打亚铃 就杀了 去杀了 去杀了 小马去打上 小马 去打 他有打有打 有打有打 有打吗 有打有打 哪一下 反打反打反打 能反打 杀了 杀了 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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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一波了 亚铃要活了 他没打没事 亚铃没打 自己秒了 兄弟们 亚铃 亚铃没输过 兄弟们 爹吧 我觉得花卷这个选手真的是太棒了 刚刚给道云回放的时候 首先他在对手赛点的情况下 在只有一局自己队伍可能就要面临失业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心态可以放得这么好 然后跟现场观众也有个非常有爱的互动 然后在赛后的时候也是 我觉得是他今天让我看到的花卷是北京微博的支柱 他真的太会了 主要这种 这种氛围的话能给队友缓解一下压力吧 对 我觉得这种氛围也会让队员们感受到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对 我觉得花卷真的 大家可能不会那么紧绷着了 是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听到北京微博的语音也是 花卷还会担任着一个指挥的作用 对 我觉得他真的今天能够感受到为北京微博这支队伍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后反观到苏州KSC这边的话 其实这场比赛拖到一个巅峰对决 对于KSC来说我觉得一开始肯定是不想看到的 因为无论是在上半场他们比分领先 还是在他们先拿赛点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有两次 一次是可以3比0对手 一次是可以4比2对手 但这两次机会KSC都没有把握住 还是把比赛拖到了巅峰对决 两位会觉得说今天前六局看下来 KSC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就这样比赛挺好看的吧 这样的比赛 其实比较直观的就是他们中后期吧 中后期比较着急 比较容易着急 我们看到很多波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像刚刚第六局我怕的就是第六局的那个实力 影响到他们的形态了 对 不过就像范范说到的那样 就是他就是想看一场巅峰对决 然后这两支队伍也帮他实现了 然后这场比赛的话巅峰对决的阵容 刚刚我们也在聊 然后两位嘉宾对于巅峰对决的阵容有什么样的预测呢 范范 就对抗路亚连吧 然后打野肯定是刀锋嘛 中单应该就周围王昭军两个吧 然后下路的话肯定是大小老夫子吧 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 只会在中路的这个位置出现一些摇摆 我觉得一曲大概率是王昭军 对 大概率两边都是王昭军 因为这一套其实有经过这么多次的验证 大家都会觉得它是版本的一个答案 没有人敢去尝试别的 是怕在最后一局的时候出错了 其实有很多英雄可能在单位置 或者是在你体系上是有限制的 但是没人敢去拿 对 主要是其他的阵容也没有尝试过吧 对 就不敢冒险 对 还是这个容错率的问题 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在面临说 因为是败者组的比赛 在没有复活甲的情况下 在再赢一小局就可以冲击到士官四强的 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 我觉得我们两边的教练组和队员们 肯定是想要去选择一个更有把握的阵容 而不是说是一个更冒进 或者说更尝试的一个阵容 对的 而且BO7的巅峰对决最后一局 其实拼的是两队的一个体力了 需要你的赚助力非常的集中 因为到了最后 比如说在一些打团的细节当中 可能拼的就是你技能给的时机好不好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范范 我也想问一下你 因为其实这个第六局是微博拿下 那么KSD拜访选宾应该会来到一个蓝色方 你觉得巅峰对决的红蓝方差距有多大 巅峰对决的感觉红蓝方都差不多 因为大家都没射手 然后那个红爸爸的话 可能你蓝色方你那个老夫子 也不会去拿那个红爸爸 一般都是自己家打野发育的一个资源点 所以可能在有射手的一个这种情况下 红蓝方的差距会比较大 但是在两边可能大概率都是一个巧夫的情况下 红蓝方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 所以最终的还是要拼选手们自己在场上的一个手法了 如果说看到的是镜像对决 包括没在聊 可能召唤式技能 现在亚连更多的也会去带一个弱化 因为你带闪线你突其实 突的老夫子也没什么用 突不到 突后盘突大桥 他也就踩个电梯回去了 对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射手 就是大概率会是这样一个这样的选择 所以说两边也在不断的去打磨 我觉得包括两边的教练组 也是两边都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教练组 对 所以关于巅峰对决的阵容 因为这个阵容之前我们也跟一些教练聊过 他不可能在训练赛去跟别人练巅峰对决的阵容 所以大概率呢 你都是自己跟自己的二队练 然后或者自己练一下 对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 所以他就也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他阵容会固定的一个原因 好的 巅峰对决马上开始 让我们共同期待 谁能晋级 十冠四强 谢谢大家